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該一 今天呢 再次來到這個 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消費商圈 新門町 新門町是我們最常去的地方 年輕人 沒錯 觀光客 沒錯 是年輕人 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街坊 女性心目中理想的男生體型 這一定是我理想要贏 會看身高嗎 沒有 欸 身高跟臉先不列入考慮 啊 我想說有臉我就贏了 等一下呢 第一個我會先問她這個問題 另外呢 我準備了一張圖 上面有六種不同體脂率的體型 給女生去選 欸 她覺得哪一個是她最喜歡的 那應該是我 應該是無庸子 是嗎 這這麼有 看不到臉喔 我知道看不到臉 可是我覺得女生不喜歡太乾的 喔 我覺得 對 不覺得有點可怕 對 那女生鑰匙的魔幻乳有勝率嗎 我覺得 那太大了 對 看會不會是非 女生肯定啊 整個這麼大 沒有 說你對付沒力氣 我覺得那個體型太多了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街坊 GO 好 那想請問 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身材是怎樣 我覺得嗎 呃 有一點腹肌吧 有一點腹肌 有一點喔 稍壯 但是不會到胖 然後也不能太生 這樣子的話 住口瑜驗這種 所以難過好運高 太壯了 彭彥太壯了 因為一般人不會照這樣吧 第一眼 會先欣賞男性身體的哪一個部位 肩膀啊 胸啊 背啊 大腿 肩膀 肩膀 我覺得男生要肩膀要寬 手臂 手臂要粗 結實 感覺氣往肌肉 就是 袖口要撐起來這種感覺 六種不同體脂肪綠的身材 那我想請你們幫我選一個 你覺得喜歡的 你覺得喜歡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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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不是說是你們嗎 對 他有一票 我有一票 他是你票 有一點腹肌 有一點腹肌 就是這樣的開口 就 圍狀就好 然後有一點線條就好 圍狀有一點線條 有一點腹肌 所以蓋液這樣是太壯了 太操縱了 有一點 我也太操縱了 太壯了 他等一下你怎麼挑到 那你就是不夠壯 對 剛剛這不太好 所以 你一般會注意男生的哪一個部位 比較吸引力 肩膀 肩膀 肩膀要寬 穿起來 那個袖子 那邊要穿起來 喔 這裡面有六種 不同體脂率的身材 你幫我選一個 最喜歡的 會的 真的 喔 這一個 你要看是誰嗎 哇 波 所以你不會覺得這個 油油的 不會 不會 是不是很好 適中 對嗎 龍仙合肚 波波 波波又得一票了 當然不行看 這是繁紫標 什麼繁紫標 你們心目中的 理想男生身材是怎麼樣 微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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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比較有安全感 好躺 抱起來比較舒服 我居然有這個 哎呀那些說腰要細的 對不對 有一點肚子也是有四場的 我喜歡很瘦的 你喜歡很瘦的 你會覺得男生哪個部位 最迷人的 就是腳 大腿 腰細 對 要細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 Skini掛的 你喜歡英倫風 一樣要吧 好也是 也是大腿要細的 啊穿 要大 人家太大 人家太大 人家小腿太有細 人家太大 人家太大 人家是 什麼老皮嗎 哈哈哈哈 好 好 你們幫我選一個 你們喜歡的 如果你一定要選一個 沒辦法 我只是這個 撥撥一票 撥撥兩票 哇塞 你有看到我就說 今天一定是我贏 Dead Party 對不對 就是有點肌肉性 黑長生豬特價 不要太多 黑長生豬特價 有一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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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的什麼部位 你覺得最性感 胸要厚實 然後手臂要粗 最好是可以把袖子撐開 沒有沒有 特價29元 喔 又是波波 波波是大眾款啊 你會覺得體脂肪太高嗎 會不會太壯 會不會太壯 夠壯 那如果頭換成捧一眼 會不會好一點 會不會 會不會太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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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男生的身材 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型 呃 這樣子吧 喔 我終於有一票了 男生身體的哪一個部位 會讓你覺得最迷人 屁股 屁股要翹有肉 對啊 扁扁的不性感 對啊 女生也是都要翹有肉 女生也是 對對對 剛選一個你覺得 最性感 你說鼠方 這個就是這樣 呃 該不會有你們吧 都好說 這是他可能可以啊 喔 喔 你好會選 就是你們上個嗎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三個 三個一定要挑一個喔 好啦 你一定要挑一個 身體是比較低的 喔 喔 我是你嗎 大概要多賺 這男生他身體哪一個部位 最性感最迷人 腹肌 這個應該是 大眾團 對大眾團 問到現在 基本上都是要有一點腹肌的 喔 喔 所以這樣不會太壯 因為你不要 這樣不會太壯 所以像這個 要太壯了 不要再練 什麼不要再練 繼續練下去好不好 就是要接 不要太多肥肉 不要太多肥肉 不要鬆手 不要熱手 體脂肪不能高 不能垂垂的 對 但是也不要太 不要太這樣 也不要太肥肉 不要太瘦 不要太壯 然後這位是 不要太瘦 你們覺得男生的身體 哪一個部位 最迷人 最性感的 腿 腿要細還是粗 腿要細還是粗 腿要細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太多那種 壯的肌肉 這樣會太壯嗎 不會不會 這樣還好嗎 這樣還好嗎 夠啊 還可以看這個 還可以看這個 是要那種 有在好處 瘦狀型的 有線條 這個波波一票 你選波波 波波是你們的好朋友 對不對 波波到 原來是暗裝 可惡 都是你拿出來的 沒錯 心目中理想的男生身材 是怎麼樣 高高的重重 高高的重重 不要肥胖 高高重重的 那這樣我們夠高嗎 你們是標準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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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嚇 這樣心情 這樣還可以 這樣還可以 很讚 常常在生鮮紅 有啊 每天都在見我 覺得男生 哪一個部位 最性感 最迷人 胸肌 喜歡胸肌 阿姨喜歡腹肌 這個阿姨喜歡腹肌 這兩塊也是 這兩塊也是 幫我選一個 最喜歡的 這是六塊肌 對 有 這是六塊肌 這個應該 這個不不錯 當然會不要這個 喔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這個太重了 太可怕了 這兩位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個也太重了 有有點太重 不太重 我們 看起來很恐怖 會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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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不好意思 這樣 我都很難 多好 波波要師各得一票 好 好 謝謝阿姨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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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健身嗎 有在健身 大概要多壯 嗯 應該他比你 不要那麼壯一點 所以我太壯了 不是 你這樣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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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身體哪一個部位 你會多看一點 然後會覺得很迷人 手臂跟肌膚 然後還有下肢不要太膩 很多男生都不練習 上面壯下面 這種比例你就比較不習慣 下面不能太細就對了 下面 粗一點 粗一點 女生不喜歡太細 有啦 前面有說喜歡Skini的那種 那也是 喔 恭喜 我們蔡老師 又獲得一票了 為什麼會選他 就 抱起來 或是躺起來 我不知道 是因為胸部的關係 胸肌很厚 對 體脂肪低 胸後 抱起來躺起來感覺舒服 躺起來舒服 哇 天菜耶 不要太壯 不要太壯 你再上個壯 欸 我覺得很奇怪喔 你看 女生會說不要太壯 但是他們好像都不會說 不要太胖 看男生也不會喜歡女生的胸部 所以不要太胖已經是 不用想的事情 是不是 除了你的胸部 那你呢 你喜歡胖一點 你喜歡胖一點 你喜歡露露的 喔 你知道有安全感 兩位適中 兩位適中 那我再問你們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覺得男生啊 他的身體 哪一個部位 是你們會 多去注意的 股肩膀 股肩膀 手腕 就股肩分泌的感覺 這樣有沒有股肩分泌 這樣有沒有股肩分泌 啊這樣沒有 啊這樣沒有 那反正不是股肩膀 前臂 比較重 不要太爆 沒有很爆 沒有很爆 有孟軒 有孟軒 喔 波波兩票 不要太壯 波波兩票 誰選這個 誰選兩票 喔你選這個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Daniel 就是演最新的 007的兩極的那個男性照 對 對對對 你知道你們選的這個 是誰嗎 可以喔 可以喔 那如果投換成同一眼 會不會好一點 那就狂熱 那就狂熱 結果今天 跌破大家眼鏡啊 我覺得沒有啊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啊 我剛剛開頭是不是就說 我是一定會穩眼鏡 我的意思是說 我以為 大家的挑選方式 我以為 Daniel那種 身材 就是不要肌肉那麼明顯 然後有一點釋放 對會比較多人選 所以其實 女生還蠻多人喜歡 有腹肌 然後胸肌 很多人說肩膀要寬 這個還蠻多人 還蠻主流的 沒錯 蠻主流的 蠻主流的 對對對 所以啊 大家 沒事 多健身 胸肌厚啊 躺起來 抱起來比較舒服 你看這個 超厚 躺起來一定很舒服 沒有摸起來也很舒服 我摸過了 摸起來 對對對 好魔幻喔 這個魯子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未來 你們想看我們去街訪 什麼樣的主題 或是實測什麼樣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既然該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